爸妈该知道之学生团体保险理赔篇 什么状况可以申请学生团体保险理赔 身故、残废、残废生活补助金、住院医疗、专案补助重大手术、伤害门诊、烧烫伤、集体中毒住院 怎么申请理赔 填写理赔申请书与硬备文件 可透过校园收件、人员服务或亲民办理 理赔申请要准备什么 申请不同项目需要备妥不同的文件 详细资讯请参考国泰人寿官网学团险专区哦 理赔前要了解的重要名词 被保险人 学团险中的被保险人是学生与幼儿 受益人 则是依被保险人是否成年 申请什么理赔项目而有所不同 哪里可获得理赔申请书 可以向学校学保承办人索取 于国泰人寿官网学团险专区下载 也可向国泰人寿服务中心柜台索取窝 理赔申请书填写事项 A 基本资料 B 如实填写事故与理赔内容 C 正确填写保险金领取方式 D 被保险人、受益人亲签 想了解更多学生团体保险资讯 请持续锁定国泰人寿粉丝团